大家好,我是兰兰 现在是早上起来,不到七点钟 我起床之前躺在那儿 老张问我想什么呢 我想今天把这一块收拾收拾 后来我就先起来,然后就开始 把家门前这块地儿收拾一下 有点乱 该扔的都给它扔了 这是一个雨袋子 我给它扔大街上,垃圾站了 没用,搁在这儿,碍事 东西吧,真是越少越好 看我们这胡同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拆 因为一扫吧,就能上洋土 所以泼了点水 好久没这么祸尼了 平房就是这样土嘛,土多 其实小时候住在平房也没有 也没有这么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的平房不是院 都搬走 所以清理起来 你想怎么清理就怎么清理 不会顾忌别人的感受 好了,这边清理吧 这是收拾以后 然后呢,门前 看到了我们那砖窄 所以垫这么一个板正好出了一块 它就稳当了 我打算把它搁鞋架子使 当搁鞋架 棉鞋 要不然能乱发走的 这个架子也是邻居走的时候给我的 擦嘴能用 这是我装菜的坛子 菜坛的好处就是它那个水分不会蒸发 搁在里面老那么新鲜 当时工人师傅把上面的地砖给打了 他问我打不打 我应该说不打就好了 这是冬天那盆杜鹃死了 用它这个土 葱种上 小葱根挺多的 种上以后 一会儿就只愣起来了 这就是生命的火力啊 昨天在自由市场买的苗菜苗 老张没种 说地儿小 我这急性子 我就把那个给种了 这昨天买的买一送一的小红萝卜 中午给它拌卵吃 那个叶都 那叶老张说拌着吃不能拌了 都辣了就给扔了 平方真是 就是土 这是落地花生 他们做老家拿的 是在那搁着 没时间包 干了一上午活 坐在这一边编视频一边看一下 也挺好玩的 早上起来 脸也没洗 也没漱口就开始干 一会儿都闲不住 就是再平凡 那个窗帘也是邻居走的时候 给我 他说你要吗 我有俩窗帘 我犹豫半天 我说有用吗 八点半了 我就得洗了 看看 老张给我做的早饭 小麦面 鸡蛋 再用几颗草莓 吃完接着 这一早忙的 葫芦娃脸 还没抹油呢 面里没喝辣的 太好了 吃完辣的先 给我先可以加 哎 这个那蘑菇 这个 不用 给我先可以加 这个挺好吃的 颈骨找不到链接了 挂不了图穿的 喝下饭 哎 对 哥这面条得下饭 他有一点辣 哦 行 开吃 做得挺棒 早饭 喝了一酸奶 喝一点美日坚果 待会儿再把黄瓜吃了 肉骨 给你给你给你 我再吃一口 哈哈 哎呦 嗯